感谢您观看蝉思XT热成像相机教学视频 这款产品是热成像相机和DJI飞行平台的首次结合 可用于检测、搜救、消防等多个领域 蝉思XT分为标准版与高级测温版 高级测温版支持任意点测温、区域测温和外部参数调节等功能 精度更高、功能更丰富 我们在此使用INSBELL ONE搭载蝉思XT高级测温版 向您详细介绍其设置和使用方法 主界面介绍 开启遥控器和飞行器 打开DJI GO APP 屏幕上方是相机信息栏 显示拍照、录像模式、调色板、场景等相机参数 右侧是中心温度显示 点击可选择是否在屏幕中心显示测温准星和该点的温度值 使用高级测温版时启动温度显示后 点击屏幕任意点即可测量该点温度 在此点击则可启动区域测温 拖拽选择框 选定测温区域 框中红点指示最高温点 蓝点指示最低温点 屏幕上方将出现所选区域的最高温、最低温与平均温度 点击并拖拽框内震一点可移动所选区域 点击选择框右上角箭头 可将测温区域扩展至全屏 数字变焦选项可对相机画面进行锁法 按压遥控器右上方的相机设置波轮 然后转动波轮 也可调节数码变焦 屏幕右上方设有截屏按钮 点击可截屏并保存至移动设备 屏幕右侧是相机设置菜单 拍摄按键和回放按键 点击相机图标下方的滑块 可在拍照和摄像之间切换 下面我们来了解相机的设置 点击菜单可在相机选项下对拍照进行设置 在拍照模式下选择单张拍摄与间隔拍摄 间隔拍摄时间可根据需要设置 照片格式可选择JPEG或TIFF格式 还可选择Reduometric JPEG格式 点击录像图标 进入视频设置可选择不同的视频姿势 录制视频时 点击右下角相机图标 可同时拍摄TIFF格式照片 在通用设置中 可对兴趣区域 调色板和场景进行设置 以优化影像效果 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 兴趣区域 根据需要选择兴趣区域范围 兴趣区域为全屏时 图像色彩均匀分布 图像对比度不明显 选择剔除天空区域33% 或剔除天空区域50% 图像色彩集中分配在指定区域 对比较为明显 图像更清晰 调色板 蝉思XT的调色板提供12种调色 分别用不同的颜色 显示不同的温度 除了在DJI GO APP中选择外 转动遥控器右上方的相机设置转盘 也可以更换调色 您可以根据应用场景和观测偏好进行调整 以达到最佳效果 场景 场景模式提供室外 室内 海洋 自定义等多种模式 相机将根据不同的场景 对图像进行优化处理 您还可以使用下方的三栏用户选项 针对特定的应用 手动调整相机参数 供将来重复使用 高温警报 启动区域测温后可设置高温警报阀值 可选定区域内最高温度超过阀值后 APP将显示提示 对于搜救和检测的工作 高温警报功能能够降低工作失误并提高效率 等温线 开启等温线可以直观地显示不同温度的区域 您可根据上、中或下三个阀值来设置等温线 等温线阀值可选择百分比或温度 增益模式 蝉思XT提供自动、高或低三种增益模式 默认为自动模式 当选择高增益时 相机对温度差异更灵敏 温度范围较小 低增益模式时 相机测量的温度范围较大 对温度差异感知的灵敏度下降 外部参数 XT高级测温版支持外部参数设置 您可根据使用场景、设置环境温度、辐射系数等外部参数 用于校准测温公式 让温度测量更精准 FFC设置 FFC校准可根据当前相机画面 对图像质量进行优化 您可选择自动校准或手动校准 谢谢观看